目前最简单的一个 使用率最高的是健身房 所以有健身房很加分 对对那健身房当然你说它会加分 我觉得跟它规划的方式很有关系 它有的健身房可能规划在一楼 它有的可能规划在顶楼 它可能有景观 事实上不同的位置 它事实上它的加分的程度会不同 所以是顶楼比较加分 顶楼严格加渐是会比较加分 尤其在游泳池在顶楼的时候更加分 因为你到有些环境去游泳的时候 它会在封闭的环境 你会到一个到顶楼的时候 有点像到国外去度假那种感觉 所以事实上但是对 那有些顶楼买顶楼的人会漏水吗 像把公社归到顶楼的时候成本也比较高 你要想到这么大的一个水 在顶楼这件事情是很重的 那我结构是不是应该要做加强 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买顶楼的那一户 因为顶楼通常都很贵 那顶楼那户的楼上如果是 游泳池是不是很容易漏水 当然游泳池有这样的可能性 当然现在我们开发商 你在实务上会吗 实务上来讲的话 我们只要有多数 例如说我们可以做富士层 两个楼层 或者说我们在游泳池 它本身它是用钢板的方式 然后再包瓷砖 所以其实是不会 事实上你就是从瓷砖落下去 也就是落到钢板里面 上问题是不大的 上这个东西已经有很多方式可以克服 我第一个想说 糟糕会漏水 所以在顶楼更加分 顶楼会更加分 就是说它的一个公色相对的 它会比较 你会比较轻松一点 你会觉得说 好像当然也有一种是放在户外型的 户外型的做的方式 就会变成是说 它会跟景观做一些结合 那它会变得很休闲 很休闲 那你可以在社区里面 有些活动在户外办的话 你跟这个游泳池结合起来 会感觉上也是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它上这个东西在 尤其在国外是比较多 那台湾来讲的话 很多的游泳池还是室内居多 但有些会做到户外或半户外都有 这游泳池是加分还减分的 游泳池是应该 看区域 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曾经 因为之前也有人跟我说 游泳池会让管理费变很高 然后游泳池呢 管理也不容易 有些市区游泳池变成温泳池池 就是大家都不去嘛 然后还要清洗还要打扫 有些区域事实上可能游泳池 搞不好会减分的可能性都会有 我记得以前我们也曾经为了一些区域 要去部分还去做调查 跟一些外面专业的试调团队 请他们去调查说 这个区域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公社 我记得那时候嘛 那时候台南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去台南市场的时候 游泳池他们并不是很喜欢 台南人不喜欢游泳池 他们那时候就这样讲 但是事实上好像我们贵游泳池 好像也没有这么想象中的这么不堪 但是从问卷里面的调查 对游泳池这个真的是有点排斥的 有点排斥 但是这个东西到实际上在做的时候 好像这个问题又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 但是在游泳池跟建制房 是一般消费者关心的一个地方 那另外就是儿童游戏区 儿童游戏区 还有阅览室这些部分 因为很多人买房子都考虑到下一代 下一代 所以这个东西是他们关心的一个部分 要有什么样的规划 所以如果是小宅 就像刚刚教授说 如果这一区那大部分都是小宅 对 儿童游戏区就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然后要应该怎么规划 当然规划过于复杂 有时候后面也没有不见得是 会如状况 就是说 就是你还要保养 保养对 我记得很多 对 有时候可能做了一个很大的求持 可能以后成功的时候 可能求持的求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 因为 都坏了 不是 他们怕要洗球的时候很麻烦 不管怕洗球 他把球是拿掉 拿掉 这个是 但是有还有很多的方式 就是不见一定要做求持 你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做其他的东西 可能安全的滑梯 或者一个电板 或是有些部分 他可以发表 因为小孩子做 不是只有玩这种求持 他可以在那边做他的一个发表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 进行认识一些朋友 滑梯是很基本的 但是就是这些东西 是相关要怎么去规划 但是这都是 就是消费者跟客户都比较在乎的 比较在乎的 所以刚刚这个秉中讲的 就是现在最夯大 最关心的公社 这些公社可能在市场上 接受度是比较高的 是 那有可能如果维护的好 对房价是会加分的 我们其实之前都住在一个 很小的套房里面 但是我们一直很努力 想要赶快赚到钱 拥有自己的房子 好不容易存到钱买 却买贵了 其实四个月前 才成交了一千万的房子 专手给我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千五百万 才短短四个月 还就贵了五百万 你知道那是我们几年的薪水吗 买卖房子不想被骗 请指明实价登录 完整揭入到门牌的房仇 永庆房屋宣示 为提供买方前一手成交价格 买贵保证最高退三百万 先诚实再成交永庆房屋 操办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 打开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